欢迎《生临奇境》第二季 迎来的中国文艺界最著名的铁三角 王刚老师 张国立老师 张铁林老师 凯叔 打个招呼啊 您别叫我凯叔 您叫我凯子就行了 我还叫你马子呢 还凯子你 多关照我们啊 您客气 您客气 我们今天知道谁是在C位了是吧 坐下吧 你们二位 你们仨在一块儿 凯叔不都是我坐中间吗 你都好意思坐中间你 《生临奇境》凯叔刚才说的是什么 声音的艺术 声音的艺术 一种享受 是的 那要说享受 然后我得跟你们介绍介绍王刚老师 多少年前有一个叫夜幕下的哈尔滨听说过吗 谢谢 据说那个时候的王刚老师叫净街王 大家下了班都赶紧回家说干嘛去 听王刚说书啊 夜幕下哈尔滨呢 有这事吧 有 当年长篇广播小说 全国比赛获金奖的王刚 张国立人家 当年大刀王舞啊 全国播出啊 也是这份儿的 那也比不上您 当年金奖王刚 银奖张国立 你跟他一半天下呀 所以被称为北王南章 你还不懂事儿呢 大家给他点掌声 请不让他起来 小气 皇上起驾回宫 不是 你的意思 那就应该是王刚老师莫属了 那大家没意见吧 没有 谢谢铁林老师的谦让 C位 Santa 争戒 耶 我们恭喜何大人晋级 不是 两位老师坐呀 坐 坐 请 还真坐呢 真好意思 我表扬你这么半天 您没听明白啊 获这么多奖啊 您都德高望重了您还 对 根本就不在乎做不做C位的 他还真做你说他 有的时候人家说 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 张铁林往这一坐 以为这是皇宫的 你往这一坐 怎么着 太贪了 这个C位实在是不好做 你也是了 我也是了 得 你来 大家觉得怎么样 你看我真是不好意思 你看你们真非得让我坐这儿啊 坐中间是不太好受的 不管坐哪儿 坐着你站着好 赶紧坐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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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